哈喽,新加坡的观众朋友,你们好,好久不见,我是李明顺 立朝开宫顺利 我刚才是回到新专门的拍戏 那这次拍,回来拍 先恭喜你 谢谢,非常幸运 刚监制跟我说,每个人拍她的戏都会各有喜事 那刚好我这部戏是去跟她谈好的 所以拖她的福 谢谢你 其实我跟文芳到现在还是非常的,感觉非常梦幻 就是这个东西来的时候是觉得好像,其实也不是说突然 就是说因为我们等了很久,然后也期待了很久 那这个事情来的时候真的不知道怎么反应 就是她两个都是,所以甚至到现在我还是会问她 我还跟她说宝宝,baby你现在怀孕了 就是那种感觉真的是很奇妙,我觉得 第一次要下去的时候反应是怎样的 我们就是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反应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拍戏的表情真的是有点错了 哈哈哈,两个人就在那边 所以其实外表不同反应,但是内心是在震荡,是非常澎湃的 所以那种感觉是很棒,那个经验是很好,很棒很爽的 我姐姐听到超开心的,快哭出来了,我说你要不要跟 因为我过年有回去嘛,那我当然是希望文芳留在新加坡 因为她那时候还不稳定嘛,那我回去我就跟我的家人说 我直接真的快要哭了,我说你打电话,我打给她,你跟她讲 她就不要,不要,我怕我哭出来 所以我们都可以感觉到我们的家人,她的家人都非常的开心 甚至我们身边的朋友,大家都非常的兴奋 比我们紧张,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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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不一样的,你们自己看着办 那你们之前讲的东西是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是 对我们,我觉得对一个人 对一个结婚,在这个社会上 生活的人到结婚,到成家,到生孩子 我觉得这个历程是非常好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每个人必须要去走这一段 我现在一直在跟年轻的朋友啊,同事啊 说你们要赶快结婚啊,要赶快结婚 真的很好,很舒服很好 那对人是一个非常,会成长,整个人会成长 很好很好很好,我希望他在家里多休息 那他跟宝宝都非常健康 我相信每个过孕的人都知道 在怀孕的期间肯定会有一些变化 就是说可能饮食方面啊,或者是身体啊 是因为那个宝宝 所以我觉得有变化或者是有不一样都是好事 医生跟我们说都是好事 所以无需是他担心的事情 那绝对绝对,但是我老婆非常的乖 他晚上都不会给我这个难题 因为他基本上睡觉比较早嘛 睡得比较早 所以这方面他非常好 这部戏应该是会在六月尾七月初拍完 那刚好就可以陪他一起待产 就等待的那一天 好,请你们期待我们逆潮二人一世的大制作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留意我们的所有的新闻 跟到时候播出一定要看哦 收视报 好,谢谢你 恭喜你 谢谢 谢谢 以后有人再问你们直接要放开我吧 你们不要害怕这个问题 哈哈哈哈 嗯,OK啦 OK啦 OK啦 问我第二个几时了 哈哈哈哈 没有,开玩笑 对吧 对吧 你怎么回事